李峰和林丽是一对恩爱夫妻,他们是大学同学来的,感情很好,大学毕业后,他们就结婚了。 工作了三年后,李峰就拿着仅有的十万元去创业,老婆很支持他,可是,没想到的是李峰遇人不输,公司破产了,他血本无归,李峰怕老婆担心,就没有告诉老婆公司破产的事情,他一个人扛着,他想先把那十万元赚回来再告诉老婆,李峰一时想不到去干什么,见到送外卖的人挺赚钱的,就瞒着老婆送起了外卖, 送外卖真的很辛苦,碰到些难缠的顾客还会扣工钱,但是李峰还是咬牙堂住了,为了老婆,无论如何都要先把钱赚回来,一天,李峰给一个住楼顶的顾客送外卖,当李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到九楼后,开门的是一个老婆婆,老婆婆说,外卖小哥,我家里的水龙头坏了,你能帮我修理一下吗? 打电话叫工人来修,别人都说楼太高了,不愿意上来,李峰看着可怜的老婆婆,虽然她不懂修,但是还是答应了,因为不在行,弄得全身都是湿的才把水龙头修好,老婆婆对她特别感激,李峰说了一声不用谢,就转身继续送外卖了,下一份是送到酒店套房里的, 当李峰一身湿地把外卖送到房门口,按响了门铃后,打开门一看,竟然是老婆来开的门,身上还穿着性感的衣服,李峰哭了,说,怎么是你?老婆生气地说,你不是说你加班吗?怎么在送外卖? 李峰说,我是送外卖,我公司破产了,可是,你就可以这样对我吗?老婆继续说,你整天说慌,说你加班,其实是在送外卖,我怎么就不可以来这里?李峰伤心地说,我送外卖都是为了家,可是你却背叛我,你知道你在我心目中多么的完美吗?你现在这样伤透我心了,李峰晒了自己一个耳光,就转身准备离开了,老婆赶快拉着李峰, 说,老公,你别走,你误会了,李峰大力地甩开老婆的手说,我没误会,再见了,说完,李峰大踏步走了,走了十几步后,李峰转身了,冲进了房间,他想把肩夫打一顿再走,可是当他冲进房间的时候,他哭了,那里有肩夫的影子,桌面上只有一个蛋糕,上面还有十周年的字样,原来这天是李峰和林立十周年的纪念日, 老婆一早就发现李峰破产了,在偷偷地送外卖赚钱,今天是他专门为了给老公一点惊喜的,没想到老公李峰差点误会了,夫妻俩紧紧抱在了一起,老婆林立说,老公,以后有啥事情不要瞒着我了,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解决,老公李峰含着泪点了点头, 经过了这次,李峰明白了夫妻的相处之道,一定要坦诚相待,要不然误会就会越来越深,如果他当时没有回头,走进房间,那么他们很可能因此离婚了,你们说,夫妻相处最重要的是什么?欢迎大家探讨留言,感谢点赞和留言,好人一生平安,欢迎关注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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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